好,回來沒有了樂奇音樂的《啤梨晚報》 這個《啤梨晚報》的Jingle是我的同事做的,是新做的 因為有避到Youtube的審查 但是放心,雖然他做得不錯 但是這個是很純粹的新聞報道的音樂 沒有了當中樂奇的含意 我一定會再做樂奇音樂,其實他已經選了 還有想要怎麼做 可能只有幾個音樂 但是當然我們最希望的都是大家 如果能夠去到,怎麼說呢 我其實也不是貪心的 有二千個付費會員,即是二十萬元收入一個月 二十萬一個月,即是十九萬多 我就完全放棄Youtube那個直播的付費 收費 基本上我們就什麼都可以做 只要我們不是因為要,還要靠Youtube的收入 我們就不單止可以播任何片話才去死 播任何歌,電影片段,什麼都可以做的 這節目就非常豐富了 這節目就很好看了 可以 其實呢 兩千個,以我們現在的Live就是一般人 一般來說,每一集的Live,我們現在有數據 我不算Live 每一集的Live,每一集的Live 其實呢,前後進過來看過我們的朋友 我全部用看兩節為準的 進來走的那些不算 其實我們每一集Live,看過我們的朋友 是有七八千的 那這七八千的人裡面,其實有四分之一 他們只要每天給兩三元 那其實就足夠這個所謂我們的目標 那我們就放棄這個重溫 就是放棄這個直播 那當然,為什麼要這麼多錢呢 我要請全時間的同事 去把那些Edit先放在網上 因為那個重溫的收入 都是太可觀,是不能夠放棄的 但是直播呢,就很不同了 直播的時候呢,我們說 或者說,你什麼Walky 張國榮全部來了 電影嗎 或者說,照播,復仇者聯盟 或者說,你不給我們 不給我們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案 第二個方案呢,就是我呢 就要稍後呢 就跟我們那些 我經常跟他們賣廣告 包括樓盤也好 什麼什麼都好 去商量 他們會不會給一個費用去支付了我 就是在這個直播時段 那個應該有的收益 其實就不是很多錢 但是我們小半經營 就有一點點錢 我們都會很珍惜 那如果有些 譬如這麼說 譬如有些發展商 他們願意 你們直播多少錢 一二二七八千人看 原來是一千元 譬如這麼說 那我給吧 那一千元 那我們不單可以播那些廣告 變成了 甚至乎 那整天我們亂播 什麼都可以 那說來說去 其實都是錢 錢 OK 那我們要回覆一下網友 先這個 也不懂怎麼當 Releaver 什麼Garwin 我告訴你 三個月都沒有廣告 是波仔同學 這個 是波仔同學 三個月有廣告 第一 我是有廣告的 不過我 沒有空間做 做製作 所以不要上廚 第二 不要說我們 不要說我 我也不會說什麼動物 這些吧 到蘋果日報都快沒有廣告了 對 好像我們這些 那麼激進的 不是激進 那麼正常的 那麼合理的節目 誰敢學廣告 嗯 告訴大家 我們作為一個 怎麼說呢 作為一個 明理 世故的人 有很多嘉賓 明明我們跟他私下是朋友 為何我們不叫他上來 有很多老友 我告訴你 我在那裏下廣告 一會兒給我 喂不要了 為什麼呢 我們自己都會想一下別人 喂 你在那裏下廣告 他支持我 會不會影響了他 突然被一些藍絲搞 被共產黨搞 你真的不知道 嗯 OK 我們當然絕對 不會說 譬如有些 現在的年輕人就是不懂這些 我告訴你什麼派 獨派也好 本土派也好 就碰到周身 周身商 就是做人也不懂 OK 你們懂得做人的 不是我在這裏重複而說 是你們用真金白銀去支持 是用你們的力量去支持這個台 等到我們可以更加不需要受到 金錢的影響可以繼續做節目 其實我跟大家說 我是有些保留的做節目 因為我都怕得罪了你們 於是你們不支持我 那我們的台就收皮了 嗯 但是如果我們真是支持 言論自由的話 就像我這樣 我相信不會有很多人像我這樣 我是這100 我也有給錢 我已經沒有聽過了 嗯 但是這些是交的言論 甚至乎 但是只要裡面有一個節目 可能我覺得 是OK的 一個節目也好 那我也覺得是應該要支持的 你不能夠給一百聲大 你如果每個人都說 老實說 如果每個人都像我們這樣想 說話的話 我也希望香港會有些 保守一點的說話 永遠都是這樣的 嗯 很簡單而已 那些人就不習慣我們這樣 屌人 沒有所謂的 你也可以開個節目來跟我們 不要說屌 是辯論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好了 那這幾天當然是開心的 為什麼呢 啊 首先我知道 好像 本來我是第六節才說的 但是 講開就講 我們沒有什麼 因為這幾天的東西 如果要順序講 其實就 真的我覺得 對我們的聽眾 是很 不公道的 而這幾天 因為我在跟別人搞BNO 又跟別人回來買東西開門 那我發覺 其實我們的新聽眾 是多得很厲害 是 全部是這一兩個月的聽眾 嗯 是多得很厲害 那麼 這一個 令到我 就覺得這個決定 是沒錯的 但是因為新聽眾 那我就變成了 我們可能 就要講得慢一點 從基礎上講一點 特別是有些人 有些朋友 是由這個Semi 和安心事件開始聽 是啊 那麼我再講多次 安心事件 我是沒有任何insight的 我是純粹讀報紙 他們都覺得很好聽 從此就聽 那就WhatsApp我 就說呢 也都開始留意正事 那麼這個也是 我們唯一做節目的 就是除了錢、銀之外的唯一收獲 基本上有錢、銀就 蝕了 OK 好了 那也是我們繼續做節目的動力 所以我們講慢一點 那麼我再要跟我的新聽眾講 可能因為你們對我的節目 真的太過不熟悉了 因為你不是全部聽到 有些事情 可能你一日錄製 也都未必聽得及那麼多 那麼我也要再說多次 第一就是 WhatsApp給我也好 打電話給我也好 千萬要介紹自己 而介紹自己 千萬不要說我是陳山 我是黃小姐 我屌你了好嗎 屌你了好嗎 你是陳大文 還是陳健康 你是黃小虎 還是黃玉郎 屌你了好嗎 你不要這樣 真的 為什麼呢 只是好像我現在 真是囚囊帳 我的電話有一個 叫Shirley Yip的人 我昨天說 她是Shirley Yip 我一進到電話裡 又出現那種情形 原來我已經有Shirley Yip Shirley不是我們老友的老婆 不用你了 我進去Shirley Yip 原來我的電話有Shirley Yip 於是 進去Shirley 屌你了我又有Shirley 那我怎麼辦 是很嚴重的 那我其實只不過 你說你不需要害怕 我是要拿你的名字去做什麼 只不過我想這些事情 很奇怪 否則 我也很希望訓練那些人 不要怕 為什麼會怕 這個名字 做人就不要那麼 好像我的新聽眾 前天上來做BNO 約了兩天 結果 她說 她寄了銀行Statement 去英國 她說 啤梨哥可不可以遮遮 我說行 沒問題 接著我去影響 她說啤梨哥可不可以遮遮 遮遮她 說了兩次 大膜了 同一件事跟我說兩次 我說請你走 我沒有本事幫你 她特意帶出來 走兩檔 請你走 我不做 林匡正可能會心軟 不做 其實基本上是趕她走 她還跟我說對不起 對不起 沒有辦法 我話說 話說出來了 我沒有跟她做 結果 可能她現在又看了節目 有時候的事情 你們就不要那麼詳細 你說 這個算是怎樣 現在給你錢 都是這樣說的 不要那麼詳細 要介紹自己 還有我的電話 不是給你們打的 是給你們WhatsApp 經常打來 給你 我想問什麼 旅行團 你有沒有跟你很熟 你WhatsApp 介紹自己 為什麼我喜歡用WhatsApp 在這個程度上 因為我們 譬如你問一些事情 很多次要 最後可以WhatsApp 譬如我WhatsApp 一些資料給你 譬如旅行團資料 譬如買東西資料 我們公司 我們搜尋的地址 那我當然用WhatsApp 你為什麼不WhatsApp我呢 那也不要緊 有些人不會用WhatsApp 千萬不要用SMS給我 OK 有些人是會用SMS 不會用WhatsApp的 是啊 有些人的電話 是沒有WhatsApp的 但是不是 他用SMS給我 因為為什麼 他說他沒有WhatsApp 但是我一進了我的電話 我就顯示 他有WhatsApp 他自己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 OK Anyway不要緊 我又不是那麼兇 那麼兇的人 但是有些事情 我認為真的 爸爸媽媽有教的 他只是介紹自己 是吧 起碼 Shirley Yip 我就不怪他 剛才用來笑而已 為什麼呢 他叫Shirley 又叫Yip 沒有辦法 還要 他那個Yip 我就沒有問他是IP 還是YIP 有時候這些名字 比較普遍 待會我又不會說你老套 我是這100 我也有付錢 我沒有聽過這些 其實 我這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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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會給錢 我沒有聽過了 其實我這一段時間監聽我們的友台 那群左膠黨都終於要認那群左膠 你們是甚麼傑斯 你們倆民主黨真的不能練